给鹦鹉做零食棒咯 上一次做月饼好多人都问怎么做的 今天我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要准备一个盘子 蜂蜜 种子凉 这个绳子到时候挂到笼子上比较好用 辣凉面粉 吃不吃 尝一口 巧美 豌豆粉 绿豆粉 黄豆粉 大概就这四种 混合到一起 没有奶粉可以这样代替 还可以放点玉米粉 但注意不要放小麦粉 小麦粉做出来的就太硬了 这小单位拿去吃吧 不要给我早饭了 我家里有奶粉可以放奶粉 我是这会儿没有奶粉了 你炸凉粉也可以 做出来效果一样的 加水 水不要加太多了 少量多次的加 就是这个样子 水做那你吃一口好吧 还能不能做了乖 我怎么做一步你就来偷试一步 拿下来吃这个 吃这个给你咬点啊 别捣乱了 忘记加蜂蜜了 应该在和奶粉的那一步 把蜂蜜加进去 蜂蜜要提前夹 不能最后夹 因为蜂蜜会细 蔬菜粒加进去 会来的 人时棒更加的 不容易折断 得不让它吸太多的水 所以我一般是 最后一次放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搅起来 成坨的纸垫一下 加进去 哎 把它压住 用勺子给凶凶行 拖炉 一分钟 一分钟到啦 拿出来晾一下 这个晾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和的这个 稠度刚好的话 你看 打一分钟你就可以把它翻面了 一分钟 晾了一会儿 然后翻面的 这个软度能看到吧 这个是打了两次的 就已经没有那个软度了 臭总呀 你看着你的零食呢 是吧 嗯 臭总要吃零食 还要马杀鸡 臭总啥都要 你啥勒 用我们是臭总呀 臭总 抬起头来 我看看 我看看你的小红脸蛋 嗯 你也就只有美色了 我跟你说 总结一下 加了蔬菜干的饼 上面这一排的 比较不容易干 所以需要多打几次 它的好处就是 比较有韧性 不容易折断 没有加蔬菜干的饼 比较好干 方便一些 而且比较松脆 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 看到了吗 跟饼干一样 要点是要每次打一分钟 然后晾至常温 这个量很关键 然后再打下一个一分钟 可以一次多做两块 密封好放到冰箱 可以放一段时间 那我们就下期见 拜拜 从这边看能看到明显有一条缝 但是没有关系 然后后期给它又调了点 面糊 给它补了个补丁 现在也是棒棒硬 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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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